那些什麼賭神,那些什麼怎樣作出來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是要知道你的老闆是誰 老闆是鄉華盛的 如果你穿不到好的東西給他 你拿到窗戶了 余玉珊就和我吃了一頓飯 就告訴我音樂應該怎樣做 講完所有的對白之後 他說老闆最重要兩個字就是浪漫 結果出來是 那個是很震撼性 每一個畫面我不管你撕殺到怎樣 或者流了眼淚怎樣 都對的 秋天的童話是另一個感覺 一個在藝術上那個高峰 就是那個quality 是令到我去發揮 是給回一個相對這麼好的藝術品 給回張遠亭 因為他是在紐約讀這個電影 看到張遠亭那個第一次 秋天的童話 為什麼這麼漂亮呢 知不知道他告訴我 你知道周潤發在那裡跑 是跑了十天了 跑到發仔八猛診了 一定要是magic hour 所以這麼有心的一套電影 他不用說任何東西 你給我一看 我已經可以給回這麼好的音樂 通常都是 這個星期是這個 多數 舊時會發生的事 最後那個部分就是音樂 所以三天三夜不睡 每一套電影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都沒有拍完 已經是Dubbing 我就在Dubbing Studio那裡等 那些第七本 第八本來 嘩 就是 training到你 是沒有得想的 因為想東西是浪費時間的 每一看到那套片 在你面前 你就立刻的音樂是立刻出來的 所以你說 八百多套的training法呢 是令到我作曲呢 是快到不得了 reference是每個電影的 每個都不同的 有些就簡直是真是 就不出聲 例如那個就是徐克 那你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去 令到他 覺得是好的音樂 我剛剛最近才見到他 我說最難搞的是哪個導演 我說徐克 他說有沒有搞錯啊 你說我 因為我跟他都幾熟的 所以沒什麼所謂 最愉快可以說是劉振偉 他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那時候開始那些電腦呢 不可以一缺缺的save 或者delete 你一save 就整套電影的音樂是save 或者一delete 就整套電影就delete 那已經累得不得了 我睜大眼 我不是閉上眼的 按在save上 很開心做完了 save 誰知是按了delete 整套電影音樂就沒有了 那我說 唉 劉振偉 大導演 我已經是 整 三四晚沒有睡了 但我將你這套電影 就洗了 不好意思 那他說 喂 都沒辦法的 老婆 怕我肩膀 他回去睡覺 我要繼續做 好辛苦 我經常都希望 希望我可以有一首歌 每年都播一次 結果現在被我行不到 就是電影金像獎 作為一個音樂人 這個真是 夢寐以求的事 我怎樣作這首歌呢 頒獎嘛 一個很華麗的感覺 頒獎 那我就 想起 阿輝哥 寫的那首 《香港小姐》 我要有那個感覺 頒獎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 我覺得是 這首歌是 表露無遺 我做了 百多套電影 一百二十套之外 我已經沒有數了 1997年金融風暴 那我就離開了這一行 去了開店 都是很辛苦的了 那時候 又是因為病 又 又那個環境不好 因為所有的電影公司 又欠我錢 就是所有的做廣告公司 整年才交給我 就是給錢給我 變成你不可以這樣生活 你怎樣可以 這麼久才有錢進你自己的戶口 所以呢 就變成要改行